俗哥说电影 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法国的恐怖片 突变一种 影片开场 由于一种邪恶的病毒爆发 大批的人类变成丧尸 以前那些性格懦弱的 自打感染的病毒 一个个都变得心狠手辣 什么也不怕 胆儿也肥了 见识要是 而对于那些幸存者来说 唯一的希望 就是找到那个神秘的军事基地 转场之后 一辆救护车正呼啸着 从山间公路机车来 车上的这哥们儿 因为感染了病毒 已经病入高荒 瞅着要喝猛果汤 这大兵老抽姐 有着丰富的经验 说这孙子不行了 马上就要领盒饭了 再不处理的话 他身上的病毒 极有可能扩散 随后在老抽姐的逼迫下 司机点背书和救护员冷淡姐 把车上那哥们儿踩了下来 这老抽姐没有丝毫的犹豫 砰砰几箱就把这哥们儿给毙了 老抽姐说 你们俩都别胡说八道 我这也是为了大家好 赶快把车进行彻底的消毒 救护员冷淡姐和司机 点背书是一对恋人 两人的感情 已经到了宁可一起下地狱 也不离不弃的地狱 转场之后 三个人开着车 来到了一加油站加油 老抽姐递给点背书一把枪 说当别颤手别抖 该出手势就出手 点背书下车一看 发现根本就没有油 随后三人摸到了 存放汽油的仓库 老抽姐正瞎悬问的时候 突然就被人掐住了脖子 冷淡姐说 她是自闭症患者 不是丧尸 咱得带上她一块儿走 老抽姐察言观色 说你们看她的表情 这孙子肯定被感染了 非常的危险 旁边的自闭症一听 当时就疯了 老抽姐临危不乱 直接就让自闭症领外和弯 当杀红的眼的老抽姐 正打算对点背书下毒手的时候 冷淡姐捡起地上的枪 气里咔嚓就把老抽姐给杀了 老抽姐临死前一通乱身 点背书由于点太背 不幸中难 随后冷淡姐开着车 拉着点背书 来到了一废弃的大楼 冷淡姐用手随便一画了 发现点背书已经开始掉头发 多年的医护经验告诉她 点背书很可能已经被感染了 第二天一早 已经感染病毒的点背书 从一场噩梦中进行 冷淡姐在车里通过无线电 一遍一遍的呼叫机 可由于信号不太好 她刚跟对方头上画了一条件 当冷淡姐为点背书 检查伤口的时候 吃惊的发现 点背书的伤口已经神奇般的痊愈了 此时冷淡姐意识到 自己的心上很可能叫变异 但冷淡姐深爱着点背书 始终是不抛弃不放弃 希望用自己的爱能创造出奇迹 但病毒可不敢担心啊 在点背书的体内迅速的繁殖过代 并且功成略债 很快就占据了点背书的认断二脉 纵然是点背书使用了战书甩头 这种两脉俱伤的必杀戟 仍是无法阻挡病毒来迟汹汹的进攻 可把点背书折抹不清 眼看着自己的心上人在地上手跑脚灯 这冷淡姐的心了碎 点背书说我还能撑几天呢 冷淡姐说最多再有三天 你就要进鬼宫关了 点背书一听是欲哭无泪啊 说我怎么这么点背啊 为了不让自己变成丧尸 点背书端起箱又打算自杀 冷淡姐说你瞅瞅 我也被丧尸咬过 但两个星期过去了 我是一点事都没有 这说明我已经对这种病毒免疫了 自要是我们一找到专家 发明出解药 你就不用交饭票 听了冷淡姐的话 这点背书又燃起了希望 愿望虽然很美好 但时间不等人 此时的病毒大军已经濒临成下 点背书的身体也是每况愈下 变化越来越大 看着心上人痛苦的样子 冷淡姐眼珠一转记上心来 心想既然我对病毒免疫了 那何不把我的血输给点背书呢 也许就能创造出奇迹呢 说干就干 这姐妹也不管他俩的血型配不配 直接就把自己的血输给了点背书 还真别说 说完血的点背书不仅没有好软 而且这病情越来越严重 从这件事上也可以说明 有病必须上医院 自己千万别满杆 敢拿科学当儿戏 迟早让你领处翻 点背书和冷淡姐经过协商 两人最终达成了共识 让点背书安了死 冷淡姐说 第一针会让你进入深度睡眠 第二针则会让你的心脏停跳 在不知不觉中 你就叫了翻票 可打完第一针之后 这冷淡姐后悔了 不甘心呢 觉得这点背书还能再抢救一下 于是他把点背书锁在了房间里 就打算出去寻求救援 可就在这个时候 漏网之鱼龙套处 带着大兄妹和手下酱油哥兔脑亮突然出现 而此时的点背书也成功转型 正式成为了一名丧尸 为了尽快找到基地 冷淡姐和兔脑亮来到了附近的一个山洞 冷淡姐负责跟基地联系 兔脑亮负责关系游 两人正忙活的时候 丧尸们突然就杀倒 兔脑亮在跟丧尸搏斗的过程中 不幸被咬上了 冷淡姐一看急忙端起的枪 这个时候又有一大波丧尸来袭 这兔脑亮虽然挺能打 但毕竟是孤军作战 因此很快就领了好饭 冷淡姐一看大事不好 沙子就跑 汽油没找到 自己的手下又挂 那龙套叔能不来劲 上去就把冷淡姐胖揍了一个 冷淡姐这一来揍 可把已经变成丧尸的点背书气坏 这哥们在屋里突然一声嚎叫 把外面的三位全都吓吊 点背书叫喚的这声有两个作用 第一个是先把龙套叔和大兄妹给震慑 第二个作用就是给同伙发信号 很快大批的丧尸 乌泱乌泱的就杀到 紧接着就是一场鸡飞狗跳的混战 这龙套叔也够坏 为了保命 居然把自己的女朋友大兄妹给出卖 不过俗话说恶有恶宝 这孙子很快也交了饭票 冷淡姐扶着受伤的酱油哥刚准备逃跑 点背书突然就窜了出来 二话不说就把酱油哥给吃了 冷淡姐一看点背书已经华丽转身 也就彻底死心了 于是虚晃一招仨子聊了 影片的最后一场戏还是很感人 由于冷淡姐已经怀孕了 点背书突然表现得相当的理智 这哥们趴在冷淡姐的肚子上听了听 然后气氛就被冷淡姐杀了清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一样行 夫妻本是统领鸟 大事不好分的话 生死相守虽然有 不过真的很难找